哈囉大家好我是PFY 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 大家看標題應該知道 我們這次要講的影片就是什麼了 對 我們組合的combo數可以再往上提升啦 真心覺得為什麼組合會被砍 應該就是因為這些原因吧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再早期再早期 在轉移骰還沒有被改版之前 我光一個人靠著轉移就可以到達兩倍的combo 然後如果跟著對面的轉移一起來的話 可以甚至到高達2.5倍的combo 但是但是 那個時候可以打到170 140幾關啦 不過那時候的還算簡單 而且組合還沒有被下修 直到連擊跟組合被下修之後呢 就很難再到達這麼高的combo 這麼高的回合數 但是現在這個狀況呢 其實也很難到達那麼高的回合數就對了 但是我的combo數呢 的比例 應該講比例 可以比以前再高那麼一點點 我覺得如果在手速再快一點的話 甚至可以到3.5倍都不是問題 不過以前都是卡在93回合去計算啦 不過現在的組合 不可能達到那麼遠 而且我大概就以中間為止 之前可能都170 140之類的 可能就卡中間 對 90幾 那現在大概達到55 60 所以我這次大概就卡在中間 我選33 因為33的combo剛好到了100 對這個combo數真的累積的很噁心就對了 不過組合真的是有那麼一點可憐啊 我就算combo數到了3倍好了 他的狀況還是非常的不好 我記得沒錯的話 這一局就只倒在41關還是49關 反正連55關都沒有到 所以如果真的要配 要打上去要配組合的話 其實這個完全不太行啦 如果真的要配的話 還是要組合配月亮 對當然對面的什麼組合無所謂 對對面這個組合當然OK 但是如果真的要上去的話 不能純組 一定要組合配月亮 才可以讓組合上去就對了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組合拼 光單純的轉移 然後配上海盜地圖就可以來到了65回合對不對 對可以突破目前的一個小砍55回合就是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 組合真的是被砍很兇 現在的攻擊速度是1.4秒啦 還記得在早期 也沒有早期 在組合上次被下修之前的攻擊 我到了等級9的組合 然後我攻速是1秒 它的攻擊力是一樣的 只是攻速被砍太多 那個時候真的是劍神殺神 劍弗殺弗 真的是除了暗殺骰以外 第二隊會被封鎖的骰子 因為組合的combo數只要拉上去的話 基本上你沒有辦法知道 他是外掛還不是外掛 當然可以啦 你要拍照起來 然後去算一下他的combo數是怎樣 不過通常如果輸給組合 就很有高機率會去檢舉對方 這個遊戲檢舉對方 就可能導致帳號被鎖嘛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就算我有這個組合 我也很少再用 然後呢 因為改版之後呢 就算有了這個組合也沒有用啦 對可以看到另外一支影片裡面 可以看到 我那時候真的是歐到一個爆炸 但是還是直接量掉 我覺得如果組合還要再去打PEP的話 應該真的要靠組月了 可是如果要靠組月的話 組合我覺得等級9還不夠 可能要到等級10的組月才會比較穩 對才會比較穩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的狀況吧 來我們這次的隊伍很簡單 我們用的是光寧鏡這個地圖 因為光寧鏡 大家都知道技能可以乘以2嘛 然後組合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搭配轉移啦 所以我們就是丟轉移 但是但是最近的更新裡面還出了什麼 叫做懸賞骰子 等於是第二顆轉移 所以呢我們就來看一下唄 這真的是蠻過分 那初期懸賞骰子給的錢是固定的啦 所以我們就先丟懸賞骰子 到後期呢再去丟轉移骰子 這樣子的方式去補足就對了 好那我們現在這個狀況我有點過分的就是 我就等他把我的版面都丟到有懸賞之後 我再去變動甚至去複製骰子 因為我今天丟到小丑 我再去複製我要的骰子也可以給錢 可以看到現在來到14回合而已 我已經召喚了42顆44顆了 43顆了 我還有13000多塊錢 我根本花不完 而且這個速度我其實是有點偏慢 不想不到超級慢 對真的是慢到一個爆炸 如果再用力去搞一下 可能不開播不聊天的話 應該可以更高 我自己這麼覺得 對我就在牽托怎麼樣 好來我們可以再看到 他現在的combo數已經來到了32康 剛才14回合而已 如果這個時候是兩倍卡的話是28 三倍卡的話要到42啦 我覺得應該可以 不過我現在在等 我不想一口氣就把錢花光 那他現在應該可以先丟轉贏了 因為轉王要來了 對轉王要來了 那這個時候我的錢跟納錢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他目前的狀況 應該是給他全部丟到完 而且他這時候帶召喚 我總覺得這個時候 或許應該帶生長會比較好 因為帶生長可以到後面 至少還有一點點的位置 如果帶召喚的話 會有那麼一點點的痛苦就對了啦 雖然說前期很爽 但是後期如果沒有成長上去的話 然後去控制一下版面 像是利用類 類表戰的玩法去控制版面的話 應該會不錯 好啦我們現在到了第15回合 我們的combo數已經來到了39了 那對面的狀況 已經兩顆六線 我這邊弄出了一顆七星 然後這邊我帶的是破層啦 我真心覺得現在的組合要配破層 蠻不錯的 對蠻不錯的 反正就盡量讓星數拉高啦 而且如果破層當初是七星 可以再下降的話 我覺得會再更爽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還是可以 我覺得算是一個 唯一一個以前要配 一定要配成長的隊伍 可以換成破層 還有力的隊伍 那像其他隊伍呢 我真心覺得 可能就像日月啊 改變日月這種隊伍 就不太適合破層 不如就直接成長一路長上去就好了 就不需要破層了 不然的話之前真的是破層可以贏過 月亮 破層可以贏過成長 現在也不行 因為那個機制的改動 我覺得那個機制真的蠻重要的 好現在到了第18回合了 我們combo數現在來到了48 不過我的錢已經花了66顆了 而且我現在沒有在招 我還有 我心數低的話 我會去拉招換 心數高的話 我才會去複製成那個組合 對我是這樣子去搞的 好那我們現在還有16000多塊 這個時候我沒有急著合上去 我還是等他的選賞 可是這時候很像有那麼一點難 反正錢太多了 如果再忍一下的話 應該會再更過分一點點 不過現在的組合真的不太適合 走到太長遠 所以我就盡快把他處理掉 不然到時候已經走到底的錢沒花光 這樣真的很浪費 對真的太浪費了 好來了咱們的魔術師 應該是直接秒掉啦 我們現在57combo打一下是2萬多滴 他真的是不會顯示暴擊 他暴擊顯示好小啊 真的是有被隱蓋 真的是有被隱蓋 不然的話 對啊組合基本上是靠暴擊 如果今天沒有暴擊的話就有點爛 然後我的七星破層給他長出來了 現在到20回合 combo數已經來到了58康 有一點點的噁心了 其實已經可以60康了啦 只是 甚至可以更高 應該是超過3倍喔 只是我在等 好 那我們這個時候還不先給他加速一下 我們就慢慢的給他看到 我所謂的33回合的頂峰吧 好現在來到了一個獅王 不過基本上我這裡都是秒掉啦 不是很重要就對了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21回合62康 基本上可以63康啦 只是我在 我在看 對我在看 要怎麼合怎麼合 會比較穩一點點 因為現在其實有一點點的小卡啦 我左邊已經卡了兩顆了 雖然說星數現在不重要 對星數現在24顆 然後每一顆打下去有到33500滴 如果暴擊的話是30萬啦 但是他真的看不出來有暴擊 真的爆不出來 真的沒有耶 真的沒有耶 打完一整關很像連爆一下的感覺 都沒有 然後又給我弄出了一個七星破城 但是我這樣一招喚出了一個五星的 數合還可以啦 至少這個星數還夠 這個傷害還夠 大王應該還夠力 好23回合67康 我的錢有到900塊了 900了耶 已經到900 這個狀況有那麼一點點的噁心 而且我還有兩萬塊 這根本就是花不完 而且這個時候如果他再忍一下的話 因為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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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合 對組合到20關就已經是極限了 不是組合啊 那個轉移 轉移到20關的錢就是最大化 都已經出到七王了 你還給我卡在這裡 你好歹也稍微強化一下 這個骰子的能力嘛 對啊不然的話 欸這真的是有點過分耶 真的有點過分 好我們現在還 這一關過去剛從兩萬塊 飆到三萬塊 不過我現在召喚一顆要1000啦 所以這樣子頂多就是多了10顆 還可以啦 而且這個時候再搭配光靈鏡 所以他給的東西實在是有 那麼一點點的多 有那麼一點點的多 好那 而且大家知道光靈鏡的話 有可能懸賞也會再被懸賞一次 然後呢 轉移呢也會被重複丟一次 所以這個給的錢 我真心覺得會比 海盜來得多 對會比來到來得多 如果只有一個單一轉移的話 或許還是海盜多吧 如果打到未來的話 因為轉移後來也沒辦法給錢 不過要幹嘛呢 對啊到後來其實 輔助方也不用錢啦 攻擊方好像也不太用錢對不對 好啦這個要再探討就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真的太複雜了 好現在到第25回合 我這裡的狀況有那麼一點點的不好 應該給他降一下了 不過很像沒有降掉啦 我光一個六星一個四星加起來 只有十星就可以把王給處理掉 現在已經打一下來到了五萬多了 然後暴擊有到六十萬 可是他暴擊的機率實在是太低了啦 我總覺得懸賞 他是不是不會丟到 他是不是合成的時候 二星就會合成兩個 就會丟兩個 如果今天是六星就會丟六個 雖然說他丟重複 可是他丟的數量是不是跟 他的星數有關 那這樣子的話就真心蠻過分的 對真心蠻過分的 如果我今天再TEP 然後弄到一個刀心的話 其實還好啦 這樣還是不如沉默對不對 還是不如沉默來的過分 干擾傘還是終究比較殘忍一點 這個算小干擾而已 畢竟不會對對方造成什麼樣的效果 只是會給對手 會給自己方錢而已 可是對手只要不動那顆傘就沒事 好來我們現在的傷害是28回合 87COMBO了 已經超過三倍了吧 還沒還沒還沒還差一點點 沒有沒有沒有28回合 乘以3的話是 我已經卡住了 等一下我們到30回合 30回合90COMBO這樣就可以了 已經過了只剩下兩COMBO 再COMBO上去已經可以了 其實可以啦可以啦 我還有召喚一顆已經來到了1200塊了 然後我還有兩萬多塊錢 我總覺得之後會不會有骰子是可以降低 不會應該是不會有 這應該是真理他就不會去動他 好啦我現在版面很多懸賞的星星在 不過有一點可惜啦 因為他會重複去標 所以我的左邊那邊可能都不知道吸了幾顆了 這個看不太出來 應該是可以啦 就是每秒每秒定格下去看或許可以 好我們現在來到30回合已經到了93COMBO了 哇這個COMBO數真的太噁心了 真的太噁真的太噁真的太噁 但是他的傷害其實還好啦 我現在打一下是7萬多 往小兵一下是來到了9萬已經跟不上小兵的血量了 或許等級再高一點的組合應該可以 但是現在是沒有辦法現在的我做不到 好31回合94COM還是超越3倍的狀況 我有沒有機會在33回合的時候100COMBO呢 這就是我封面的狀況啦 好啦其實可以看封面都知道了嘛對不對 其實大概33回合靠近34左右到了100COM 那我們到時候就來加速一下吧 我們再來給他 再給他一下子 現在小兵的血量 小兵的血量就已經到11萬7千了 哇增加了實在太快 難怪到後面真的是跟不上 真的跟不上 好啦這邊打一下光兵小王的血量 就已經有到100多萬滴了 好現在小兵的血量是12萬啦 然後打一下是79萬 很像有那麼一點點的不痛 對有那麼一點點的不痛 如果這時候組合再高一點的話 好後期喔 如果單靠存組不知道能不能有機會達到比組院還高 因為組合初期他是越加越高嘛 他是一種等級 對等級數的 但是初期他會加比較慢 而且被砍了那麼多次 初期真的加非常非常的慢 但他到後期那個傷害 或許又有機會反超過這個怪物的血量 或許啦或許啦或許或許 我也只是或許而已 而且現在COMBO數可以到這麼好疊的話 應該有沒有辦法啊 突破比拿以前還要多張的卡片 之前是可以達到170幾關 好像300多張吧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是過之後 我有點忘記呢怎麼記出來的 王三關王兩關嗎 不管了 反正170幾關 然後是300多張我記得是這樣沒錯 好現在來到了35回合啦 OK王還是直接處理掉 那我這裡給他用給小和了一下 結果呢我今天的七星 非常的不走運就對了啦 然後我現在還有2萬多塊 召喚一顆已經來到了1400啦 真的是有那麼一點點的貴啦 來我們的蛇王處理掉 來我們就給他加速一下 到後面去看一下唄 這邊就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的COMBO數已經快要補不上來 錢也快花光了 對面也快涼掉 如果這時候對面帶成長的話 或許會好一點 但是初期可能就沒辦法給人那麼兇 好啦 來我們就繼續給他看下去吧 現在來到了47回合 我們COMBO數來到了137 這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 已經到不了 已經到不了 已經上不去了 對那個COMBO數已經下來了 沒有還是3倍 如果3倍的話 現在應該接近150 可是我覺得應該可以啦 因為我這次真的蠻不歐的 對蠻不歐的 如果左半邊再歐一點的話 應該是可以上去的 沒錯 然後我現在打一下 我到15萬滴啦 不過小兵的血量 光小怪就已經60幾萬了 15萬暴擊下就180萬耶 哇 137COMBO 好49回合 那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 召喚了一隻小A王 不過還行啦 打一下10幾萬 這時候其實已經到了組合 要靠暴擊的狀況了 而且卡片只有112張 之前光靠組合可以打到300多張 不過那也是一局要打很久很久啦 對很久很久很久 但是現在這個狀況很像不太適合對不對 真心覺得還是用陰陽就好了啦 好啦我們現在這個狀況 有這麼一點點的危險 這個蛇怪應該是可以出掉的 但是後面有一個小蛇王啊 沒了 沒了沒了沒了 49回合112張卡片 好啦我覺得他還是很難 光他一個骰子 就可以打到300多張卡片 那真的是早期的狀況了 現在很像有這麼一點點難辦到的 或許啦我覺得他應該真的在增強一下 又或許在這個狀況 如果我再搭配主月的話 就不求combo數 或許可以比我之前那個65回合 還可以再高一點點 因為畢竟我的combo數可以更高嘛 鐵定可以更高 鐵定可以更高 OK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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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